哈喽哈喽 大家好 那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 全职投资者的秘密 那等一下我先做我setting先 ok 等一下先 ok setting 好 ok 应该是搞定了 ok 好 那基本上谁已经进来了 可以跟我打个招呼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谁已经进来了的 ok 那今天呢 等一下我看一下 诶 那个颜色变掉了 ok 会不会亮一点 我看一下 ok 好 那基本上呢 谁已经进来了 给我知道一下 让我懂一下谁已经进来了 诶 Angel 你好 那很开心看到大家 在今天的这个下午 那刚刚呢 基本上做完了一些趋势的分析 那现在要跟大家聊一下 有关于到全职投资者的一些东西了 ok 基本上 Angel 你好 Jason 哈喽 刚刚从槟城KL回来 那在JB明天是我们的分享会了 ok 明天是我们的 柔佛州免费分享会 那有在柔佛人记得过来 嗨 David 你好 Lokim Singh 还有谁 OK Hugo 还有谁已经进来的 可以基本上 帮我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都有机会能够进来 那今天呢 等一下我会透过这个分享呢 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到全职投资者 应该要知道的一些奥秘好不好 ok 因为是在下午的时间 那我是突然间东西做完了 就讲 ok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大家基本上 只要守着我们Telegram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个分享在什么时候 然后都有机会可以问到啦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ok 等一下我先把我的声音调好来 ok ok 在这里 ok 看到了 Hi Hugo 你好 Hello 还有英号 英号好久不见哦 OK 参差令 Hello 参差令 你好 OK 还有就是我们的Eric Hi Thank you Teacher You good I'm good I'm good Don't worry Isabel Chai Wei Hello 你好 Jun Fong Jun Fong 加油啊 Kanba de 然后还有就是sharing now ok 对对对 是时候又分享了 那基本上就是 昨天做了股会有股票进报信息 刚刚从那个冰城回来啊 冰城不错啊 冰城的股友也其实也是蛮热情的 然后呢 冰城那边分享完了 然后就去之前KL KL完了就冰城嘛 所以冰城分享完了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JB了咯 就是这下一站就是明天咯 OK 明天就是在我们的office 那边有一个免费的这个分享会 For Johor Hi Mark Lee 老师好 李佳乐 你好你好 佳乐 OK 还有谁进来的 Kaheng Hello Kogmoy 好久不见 Hello Hello 还有谁进来的帮我分享出去 可以给更多人进来 等下差不多100个人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那今天其实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尤其有关于到如何成为一个全职的投资者的一些秘方 那这个秘方呢 其实是怎么说 我觉得只要懂了过后 你要在投资跟交易路上赚钱是不难的一件事 只是很多我们基本上有的都是只是我们没有的就是交易的一些智慧 那变成是说当我们在交易的路上的时候可能就会碰上钉子 或者投资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东西 所以讲到这里呢 等下我就会呢 透过这一个全职投资者的第五集的时候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到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思维 这里我们头脑的思维转变过来 然后呢有一个正念跟正确的思维 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投资者跟智慧脚眼 到最后呢 能够胜出在这个投资的路上让我们的如鱼得水赚大钱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来继续跟我们的股友打招呼 大家记得千万不要忘了 把自己的手移去我们的share button 按share出去 share给更多的人 然后love love lov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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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对了 所以等下只要到100个人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分享 Hi Thomas你好 是老师好久不见这星期去找你 OK可以 没问题 下来下来 下来找我 OK然后呢 Pok Hoi老师下午好 你好 Pok Hoi Pok Hong Lai 记得12、13号过来 OK Samuel T Hi Tony老师 share 谢谢你的分享 分享更多给更多的人 好 Tan Jeffrey 西傅 你好 OK还有水已经进来了 基本上今天是下午时间 我也是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忙着 那但是不用紧在忙着 当然如果给你不小心看到Telegram 还是不小心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话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 都尽量记得抽出来呢 听我讲一下 OK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讯 那我大多数因为我已经是算是全职的投资者了 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这样子跟大家做一些sharing这样 然后如果他们有机会想要说跟进一步的学习 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进一步学习 然后变成是说我比较有时间啊 有时候在下午的时间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些sharing 然后给大家知道说要怎么样透过正确的方法呢 能够赚到钱的 嗨 又进现 诶 进现好久不见 OK so 讲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最主要如何成为一个专业投资者 诶 桂西你好 OK 专业投资者跟full time投资者会有一些不一样 诶 杰丽 杰丽 谢谢你的分享 赶快分享出去分享给更多人 还没有到100个哦 我们只有65个人罢了 所以没有到100个 怎样开始咧各位 赶快全部人share出去给全部人 只要到100个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全资投资者分享 KC Day 嗨 老师 你好 Kiat 嗨 你好 所以呢 今天 在还没有开始讲全资投资者之前 我知道说有很多的投资者 在前几天吧 应该是蛮紧张的 因为很多的股市都跌 然后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恒生指数 一开始的时候是跳空上去 然后过后呢就一路跌下来 然后今天晚上又飞浓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注意的 KLCI到现在为止跌了6.45点 简直就是缩水0.41% 所以如果想懂的话 接下来怎么做分享吧 share出去吧 有到100个我就开始了 所以没有到100个不懂怎样讲 因为这个是我minimum criteria 我最少有100个观众 那我们才开始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 就赶快分享出去 只要达标100个人 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 全职投资者第五集里面的奥秘跟秘密 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这个秘密只要懂了 基本上你在这个投资跟交易的路上 是肯定有机会能够赚到钱 还不止赚到钱 还可以一直连续的赚钱 OK我看一下 秋龙哈喽你好秋龙 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 OK我看一下 我们到什么阶段了现在 OK阿吉 One time mark OK Roy哈喽Roy你好 记得分享出去已经80个人 我们还签19个人 西夫Share Dan Jeffrey Very good 继续Share 到100个我就正式开始 OK 然后呢需要多少本钱 才可以做全职投资者 OK Casey 但你可以听回 我们的全职投资者的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还有第四集 OK 我有大概有讲到说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全职投资者 那其实不难 有一个方法的 然后方法也在 我会把它变成是series这样 然后怎样听你去我们的facebook 就是这一个现在我在分享的facebook 你去video那边找第一集 慢慢听下去 听到现在第五集 然后一有机会我就share 一有机会我就share 然后你把全部听到完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全职投资者了 OK Hi Tony 梦寐以求的生活吧 我只能过这样子说了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Hello Tony 老师 Hi DSE你好 OK还有谁还没有分享的 赶快分享出去 OK讲到这里呢 今天晚上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啦 所以很多人记得要守住 8点半的那个阶段 Yong Chuan Yeap Share OK Good 继续share 还欠14个人 还欠12个人 OK 到了100个我们就开始 OK 好 那 在这里呢 其实昨天有很多股友有问我一些股票的问题啦 然后我也有跟他们share了啦 然后呢 当然还有一些股友可能他们的股票是没有分享到的 万一如果说你的股票是没有分享到 你又是 Just Happened to啦 你是住在JB的 我是鼓励你明天的时候哦 你在这边link the comment下面找Justin的电话 然后你跟他报名过来 因为是不用钱了 免费了 因为在明天的时候 我会直接拿那个股票开着我们的screen哦 projector screen着 然后跟你讲这样子分析 我会这样子做 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会这样子做 for这一次 for这一次 所以赶快消息 还缺12个人 等一下有了再多12个人 我们就基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Kenny Line你好 老师share了 Longchun Go 很好 继续share吧 还没有到标 还没有到100个 现在只是90亿还协9个人 ok 到了100个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 老师share了 ok 这个也是Longchun ok 一样了 ok 很好 那大家继继继继继继继续分享 继继继继继续share出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投资并不难 那只是说很多投资 投资路上有很多人基本上可能是 用错了一些方法啦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就把它纠正回来 只要纠正好了之后呢 基本上就不是问题了 ok 我们还缺12个人 来大家努力share出去 到了100个马上开始 ok 那 现在呢 基本上 我相信马股也是上上下下啦 现在 然后呢 道琼指数基本上今天晚上很刺激哦 我跟你讲 可能会暴跌的咯 现在夯性又跌下来了 25754 一直跌一直跌一跌 我相信夯性会继续跌哦 在短期之内 要跌到25500 是很大机会哦 各位 ok 会把握机会的人 基本上钱就在前面啦 很多机会啊 还剩6个 赶快compare share出去 只要到100个 我们马上开始 只欠3个 赶快分享出去 各位 好 那来到这里呢 今天要分享的 就是全职投资者的第5集了 已经来到第5集了 在这个第5 老师分享了 开始想念你了 哈哈 嘿啊 Eddy 好 Eddy 我也是想念你们了 ok 到100个了 ok 大家继续分享 不要停止下来 maintain在100个哦 保持100个 希望是这样子 ok 好 那 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这个第5集了 来到我们第5集 各位 No.5 ok 的这个 如何成为一个全职的投资者的秘密 好 成为投资者的秘密里面的第5集 最主要关键点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好我们的四个最主要的资源 ok 大家继续按赞 继续点赞 继续 love 继续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 那今天如果要成为一个全职交易员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自己的生活比较辛苦一点 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口袋的钱不够用 如果你有感觉到自己的口袋钱不够用 或者觉得说自己的生活比较辛苦一点 或者你想过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 或者你相信说有可能可以过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生活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守住 等一下我跟你分享这个东西 好 最后跟大家做一个确定 before开始之前 谁有听到我的声音清楚的话 给我一个1号可以吗 ok 谁觉得清楚的给我一个1号 然后给我一个1号过后呢 我就可以马上开始跟大家分享 这四个最主要的 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Hey Gentu你好 ok 来到这里 来赶快 大家赶快 基本上有听到吗 听到给我一个1号 给我1号 ok Roygo听到 ok 只有Roygo清楚 听回亲清楚 ok 很好 大家都清楚了 那么我就正式开始进行 继续按1号给我知道 如果你听得清楚的话 如果听不清楚 记得在comment让我知道 好 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全职的投资者的 四个最主要的关键点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各位 我从第一集 讲到资本 讲到心态 讲到怎样子安排我们的保险等等 所有的东西的话 那现在我最主要要讲的就是 有关于到四个最主要的 这一个content 好 第一个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 其实要做一个全职的投资者 除了我们要汇很多东西 很多人哦 就是每天都在想 说我去学一招 ok 学了这个第一招 跟这个 学了第一招的这个方法 然后到最后做了投资交易 然后没有赚钱 那我去选择去学第二招 然后学了第二招 又去做交易 做投资 又没有赚钱 那我就再去学第三招 第四招 第五招 兜兜转转 兜兜转转转 到了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没有正式的赚到钱 谁听得清楚 知道我在讲什么的 明白我在讲什么的话 或者有类似有 发生过在你的身上 还是朋友的身上的话 给我一个二号 给吗 给我一个二号 让我知道一下 大家都有面对到这样的问题 ok 我重复 就是说 我们今天学了一个人的方法 或者一套方法 学了过后没有赚到钱 我们又去学第二套 第二套没有赚到 第三套 第三套没有赚到 就是一直的 不断的去在花钱学习 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赚到钱 所以不了解是为什么 ok 有的话 或者你朋友身边 有的话 你给我二号 谢谢你Sean ok 如果有的话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怎么样去 纠正这个东西 到最后能够让我们的 能够赚到钱 Yong Ken Choy 1 Margoy 2 ok 还有谁 MB Michael 2 ok 很奇怪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 在落在很多人的身上 如果再有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 告诉你 等一下一定要很注意听我这个讲的 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你一定要分享出去给更多人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可以帮到很多很多 你身边所有的朋友 就是他们有面对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跟你讲 有些人这边钱给了 那边书也买了 课也听了 什么都做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赚到钱了 你懂吗 我有遇过这样子的人 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啦 如果有你就是打二号给我就对了 ok 我看到很多二号 ok 好 very good 好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为什么 来 大家继续打二号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朋友 跟身边有这样子的人 你继续二号给我就对了 二 学了很多方法 但是没赚钱 你用中国 你看他讲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我花了这样多钱 我去了 这样读了这样多书 做了这样多动作 还是没有赚钱 最主要是四个关键点 我们没有做好 各位 来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关于到时间 好 大家写下来 在comment 在comment那边写时间 英文我们叫time ok 就是时间 ok 很多人呢 在做交易的路上 跟投资的路上 花了很多金钱 那花了很多时间 去学习 学到最后呢 还是没有办法赚钱 最主要原因就是时间 那什么是时间 什么问题 this is me too ok 好 Can I wait time ok 那因为呢 有很多人 当他在投资交易的时候 他不知道说 他自己本身的时间点 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 什么叫时间点 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每一天我们从早上睡醒的时候 我们缩压西连是几点钟 有一些人呢 可能五点就起床了 有一些人基本上 如果在rofo去新加坡做工 可能半夜三点到四点就起床了 我跟你讲 很可怜啊 很辛苦 然后早早就起床 起床过来 他还要去排队 然后去做工 然后做工回来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安排到一个比较适合他的时间段去做投资跟交易 ok 来 重点我们回来 我们先讲回时间 ok 时间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我们自己本身一天里面的operation 我们叫operation 我从几点起床 几点刷牙 几点吃早餐 然后我做什么 做了什么 去做工 做工回来 是几点 几点我们会学做什么 冲凉 然后看电视 有些人就是会看书等等 然后或者就是睡觉 就完了 ok 他时间一定要写出来 好 你看 当我们把我们的时间全部剖析出来 写到很仔细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本身是比较有confortable很清醒的时间的 什么叫清醒 有一些人一旦一睡醒的时候早上的那段时间是最清醒的 因为他觉得说我还没有去上班还没有什么我还很清醒 那个时候我可以做决定我可以做判断可以做决策 那个就是早上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告诉你 你就要把你的时间早上可能是三点啊四点啊五点把它写下来 在我们的notebook里面 ok这个是第一个 好 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是在中午的时间他讲说是我早上时间我没有办法清醒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上班之前的时候我要想很多东西 我要去做生意的时候我想很多东西 我要去做sale的时候我要想很多东西 我要想这样子去跟我顾客讲啊explain啊什么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早上那个阶段就不能够做 你在看下午lunch time 就是做完工过后休息一下子的中间的那段时间 一定要把它抽出来 ok要知道在什么时间 ok那有一些人呢 他本身不是在早上也不是在下午 他在晚上呢各位简单来讲就说他早上睡醒的时候他很压力因为他觉得说我要去做工了 ok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呢就是说哎哟早上我要去做工了我有很多东西要想了ok我没办法focus去做投资化交易 我不能ok在下午时段我也不是很放心的去做原因是因为我还有很多worry很多担心东西ok那么他只有在放工的时间回到家有听没有听过人家讲一句话就是 放工一条龙有没有所以有一些人基本上他一放工的时候就是一条龙的ok如果是众人的话告诉你你只能够在基本上下班之后呢才就是把那个时间 allocate就是拿出来去做交易这个就是时间点第1个一定要帮他分配出来哪怕今天我学完天下间所有的知识最好的方法给完你啊给完我们啊我告诉你啊 我们都没办法赚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清楚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清醒的ok人在最清醒的时候投资化交易呢 才是最正确的决策来的因为投资跟这个交易呢他本身需要的就是一个敏锐的眼光然后呢跟嗅觉还有就是我们的策略 好第1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时间当然有一些人完全没有时间的他讲说是我没有时间投资我也没有时间交易我跟你讲我从早忙到晚 如果你是这种人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做一个东西就好你把钱收在bank里面的fixed deposit真的 为什么呢因为没时间看投资一定要花至少一天一点点可能15分钟去看你现在投资股票也要花可能半个小时去分析那个股票的你知道吗 没有说我今天没有时间然后我学完了我就变成champion然后当然有一些人讲ok我拿tips去买就好了然后我有什么tips啊人家给我tips啊有什么group啊什么都好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呢是鱼哦给你吃啊ok我们可以吃一阵子我们可以吃一四人嘛各位如果这个鱼有一天这个group不见了还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拿到tips啊我问你说你还能够生存下去继续赚钱吗答案是不能你明白吗很现实啊we cannot 好所以我们要的就是先训练自己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懂这样子去捉鱼各位这个请大家记得要学怎样捉鱼不要学不要把别人等别人捉鱼给我们吃这样子我们能够吃这只鱼吃多久我问你 这个是大家要永远记得 做工一条虫放工一条龙ok OK那 讲到这一点的我们我是拿心出来跟大家分享给大家明白就是我不会跟你讲那种不实际的东西我会讲一些比较实际比较realistic的东西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做我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呢顺便给一个使命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而已ok那我们回来如果说遇到没有时间的话真的你可能要考虑就是把钱放在比较稳的地方就是flexible 这样子的地方或者你不要的话你就找一个房地产就是买了过后你每个月就是供他然后不然就租出去就算了你要搞别的投资就有这样子的地方或者你不要的话你就找一个房地产就是买了过后你每个月就是供他然后不然就租出去就算了 有时间去去adjust去看了就不能的但是盈利方面赚的钱一定是少的各位一定是少的因为没有时间嘛我完全没有时间我连抽一个10到15分钟都抽不到那么你跟我讲怎样去投资这是不可能的ok如果要赚大钱的话一定要勤劳一定要努力我全部赚大钱的人来请帮我打在comment要赚大钱一定要勤劳一定要努力我们人不可以懒惰只要我们一懒惰我告诉你什么问题都会出来一个懒惰的人不要讲 什么读书都好了你看那些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通常会考到好成绩的都是很群劳的他只要一拦多下去就是不能了的ok好讲到这一点时间我们讲了过后我就再进入下一个阶段先然后等下我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比较容易跟大家讲ok时间大家必须要抽出来知道自己的时间段到底是说我们是长期还是短期当然有一些人他本身是做有一点时间的空间的工作 举例说他是做sales的或者是做保险的还是还是做broker还是还是加grab的这个我跟你讲很多人以为说今天我是加grab的我就没有前途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如果那个加grab的人还是那个做broker的人还是做insurance什么他们本身有很多时间你知道吗这个时间对我来讲是有多么的宝贵的各位他有很多时间去分析现在的趋势然后他有时间去交易 有可能这些人还有时间去做什么你知道吗Hedging做对冲所以他两边赚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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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champion ideaok这样子的但是我先跟你讲他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是有一点压力的存在当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基本上找我啦然后我会跟你分享怎么样去做我以前是这样子做的我有那个那个我一路走来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我也是有凹过来的那个阶段的然后到最后我这样子把它twist过来转过来我会跟你分享ok没时间 就把钱放在ft或房地产goodok对好那么呢接下来我就能跟大家讲解说第二个阶段好第二阶段我们叫做资金就是capitalok当然呢有一些人哎我等一下看一下有很多comment我必须要看一下先ok时间就是金钱啊加stin成为全市投资第一步就是听toni老师的liveok对第二步就是来toni老师的liveok对也是没有错啊 好大家有兴趣记得联想justin啊联系justinok给他知道因为jb我基本上接下来也是开拓一两个月我们就end了2019年所以你要把握机会要来就赶快了ok是不用钱的这个分享时间就是金钱对adrianq hi tonyhi你好adrianokso讲到这一边呢好我们回来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叫的是资金ok就是我们的cashso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呦我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现金很多 太多太多所以他怕他基本上有很多钱但是他不懂要怎样玩ok有这样子的人吗有我看过然后第二种人是什么没有钱ok但是有时间ok也有这种人的我跟你讲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时间先把丢在一边我们讲金钱好如果说这一个人他本身资金很多我告诉你你不用去boxat的真的你听我的话你不用去boxat他半死 基本上你可以赚一点点那个gap有两种我们第一个叫股票第二个叫交易在交易的时候你不用去赚到这么大的target profit的这么远我需要不用的你只要赚一点点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手数可以放大ok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是做股票投资的人你不用去跟他boxat的你找一个比较稳的蓝筹股还是什么比较好的到他dick下来的时候你买买了过他涨回一点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考虑把他给卖掉然后赚钱就够了这个就是基本上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资金比较浓厚的人我们可以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让我们去做ok然后如果说呢今天资金不够ok来了如果我们资金不够的话我们要怎样做ok这个都是大家大多数以前我一开始的时候面对的一个问题来谁有面对到在投资的路上钱不够就是说我资金没有这样大可是我又想投资可是我不懂要怎样做我就只有几百块或者几千块我不懂要怎样开始ok有这样的人的吗 有三号打三号给我ok如果有要打三号我喝口水ok给我知道一下ok给call我一下让我知道一下 ok我再等大家三号啊大家打给我ok ok好 so 呃基本上大致上我看一下哈我们的谷有等一下等一下 诶我的这边这么按不到ok等下repeat 哇很多山啊 啊 Punchu Kenny Sooncia Thomas 夏日 Daniel Jane Soon Paul Andy ok你看咯所以就是 有这个问题懂吗 如果说今天我们继续打三号如果有的话ok如果面对资金不够的话我要怎样做ok 只有两条路走吧我跟大家讲第1 就是我们没有钱如果完全没有钱又想要赚钱的人我告诉你第1条路就是 你可以用那个虚拟户口你懂吗 你要懂什么叫虚拟户口叫demo account 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就是问justin或者是你可以找那种 啊 paper trading就举例说今天我要买一只股票 然后说啊这股票举例说是public bank 啊还是我举例说是maybank还是举例说是什么都好跟定 那我就拿一只单线簿ok我就写啊现在我这一只股票是什么股 然后呢我在什么价位买进 啊那我在什么价位基本上要卖出 ok然后就based on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monitor他的进展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进展到最后这个股票是否赚钱 先从这样子开始先开始到自己真的可以 顺心应手了过后真的一次可以赚钱了才拿真钱去做我跟你讲 对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来的 ok很多人呢可能就会miss掉这个东西 我很多三号 jandy听老师tony的live 胜过读万千书 谢谢你jandy ok因为我把我的经验尽量的就是把它浓缩起来分享 ok谢谢你的这个complement thank you ok那来这里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去 把我们的这个 钱没有钱的话就是要不就demo account demo account是假的ok 或者是用paper trading 好那我们回来 如果有一点点钱怎样开始 一点点钱可以开始你知道吗 我从几千块开始不了 所以呢如果从几千块开始的话 股票的话就找那种比较稳的 我可以讲 好像那种一块钱以上的或者那种蓝筹股你买那种钱 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的钱没有这样多我们一旦 我可以讲去买到不好的股票一旦一亏钱 信心没有掉啊我跟你讲 你懂吗这是晚上 直接很 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就有什么情况会发生呢就是说 以后不敢再碰了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很可悲 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赚钱的就因为这样子 走错路或者没有人指引 所以就 跳入一个陷阱然后到最后的没办法继续的去赚钱 这个是我觉得很可悲的事情 OK但是 如果说 小小的钱 股不是在股票 在交易的话 你要想做 交易的路上 几百块也是可以做的 OK 几百块我们的做法又怎么样 就是玩小小 杠杆不要放太大 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 Leveraging 不要太大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我们有办法 可以就是 慢慢赚 OK从慢慢 小的户口 增加到它越变越大 然后钱比较多了 过后我们可以进行就是 玩更大这样子的一个 投资 OK 所以大家必须要清楚记得我所讲的这句话 OK 这是资本 好 那资本有了这个有了 第三个什么 就是 我们本身 physical 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能量的问题 OK 有些人有时间 OK 有些人有金钱 但是他没有精神 什么叫没有精神 自己的身体不健康 OK怎样讲 其实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 所以要一定记得 在我们投资交易路上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环来的 就举例我讲一个简单的比喻 我现在有 如果说我们有钱 然后我们又有时间 我们可以进行教育 但是在当天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很热 发烧 还是觉得说自己的 咳嗽 不舒服 OK在那个现阶段 如果我们去做交易的话 我告诉你 10个人去 9个半都是输钱的 或者是投资股票 看股票都会看错 他一定会看漏东西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也是第3个现阶段 我们必须要 很小心的去照顾 那我给大家idea是怎么样 就是 维他命C OK这个是一定要吃的 维他命C 然后过后早上睡醒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运动 如果可以就是去运动 那如果真的抽不到时间 运动的话 没关系 那你可以在家自己做一些 体操 体操也是其中的一种运动 然后让自己流汗 然后呢 早上的时候如果有流一些汗的话 我们会比较精神 OK 那 基本上或者可以就是 做一些 讲讲gym 再可以买一些 gym的一些东西 工具 在我们的家放住 然后早上睡醒 可以gym一下 这个也很重要的 然后有了我们的这个 Body 之后其实 Body跟我们的头脑的脉 是连在一起的 只要身体我们不好 不行的话 我们的脉 就是头脑 是没有办法能够想到很 很完善的一个idea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要健康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很多成功的人 他们都很健康的 因为他们照顾我们健康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记得记得切记 我们的健康 是在 第一位 OK 再重复讲一句话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快乐 是我们最大的礼物 OK 所以永远要记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标的 那我永远在 这个路上我都会把这句话一直跟大家讲 好 那身体健康有了之后 其实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 第四步我们讲的就是 这个我们叫 科技 科技 Technology OK Technology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知道说其实以前 巴菲特的年代 你懂巴菲特 巴菲特年代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巴菲特是没有电脑的 所以巴菲特看财报的时候 他是怎样看的 他是拿一本书 然后过后这样子读读读读读 这样子 读他的财报 然后他本身也不会说去画图 这样子画线 这样画起来 不会的 他不会画线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线给他画 那他能够做的是什么 他能够做就是自己拿一张纸 写出来 然后过后 自己画点两个点 这样子画线上去 画线下来 这样子 OK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现在要很会用科技 但是问题出来了 有些人就讲说 我用科技的话 这样我是不是告诉我科技可以100%的 让我赚到钱 我自己说 用这个技术 跟我讲什么时候 买进卖出杀进杀出 我就是圈变了 就是一定赚大钱了 我可以讲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相信 贩号是不会拿出来卖的 贩号行动 就是那种 基金管理 或者是 我们讲 贩号行动 贩号行动 是不会在这个 这个时间 如果100% 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他们一定放着自己去转的 你想看 10千块 被100万 谁会卖给我们 我是不会 我是不会卖了 对不起 所以我就是说 我都会自己拿来 拿来 因为 这个是市场的一个 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 所有的科技都是辅助 什么叫辅助就是说 没有100%让我们赚到钱的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头脑 去做我们的功课的 所有的科技 或者是技术 只能够让我们做到 一个点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它称为是 定量分析 OK定量分析叫 Qualitative Analysis Model OK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数据 Plug in 然后做一个东西出来 做一个图 还是做什么东西出来 这个能够用数据来做得到 但是 定性 做不到 OK什么叫定性 举例说今天我讲趋势 OK这个美国趋势怎么样啊 中国趋势怎么样啊 然后我们要讲说 现在股市这支股票的趋势怎么样啊 OK我们要讲说接下来 Budget的那个 Effect出来会是怎么样啊 等等 没办法做 OK这些技术都做不到的 很难做的 他们没有定性的这个分析能力 所以我们人 还是需要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那种 Fund House 你可以看到 他们还是会请 专业的 Fund Manager进去帮他们manage 帮他们看原因是因为 科技只能够做的 辅助在这个定量的方式 没办法做定性 简单讲不会看趋势 所以如果长期去做的话呢就是 赚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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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 到最后也是看哦 只要心情一不好就大亏了 OK 因为我们人不是万能的 所以呢我们要必须知道 我们要怎么样去 成为一个全职 然后长期的 胜利者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 分析 那我希望说大家能够透过我这个视频呢 至少得到一点点 这些知识啊 然后知道怎样去做 因为这都是真实 我自己经过 然后我experience了 我跟大家讲 不是说我自己什么 怎样你懂吗 就是我go thru了 这个process 我不想大家再创墙 你懂吗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 我觉得很可怜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再重复的去 重复回那个同样的 同样的process 到最后的时候 没有 没有成绩 是没有用的 好 我回来看我的股油讲什么 OK 星油也是三号 SK也是三号 OK 然后还有谁 一开始有一点钱赚就买 根定马来西亚 现在又跌回原价 冲国混 不用担心啦 如果说 OK不用担心 如果你是根定的话 基本上我相信还是有机会的 基本上收三年 然后A人 维他命 A加C加E Only body can't absorb C only body can't absorb OK这个肯定是 那个我们叫做 什么 叫什么 什么叫做 健康 健康学的人是吗 OK我不是最厉害健康学的人 但是我只能够跟大家讲 OK 如果说我们要的话 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找我们的这个 我们叫 什么 那种叫什么 我不是 不是很会提 那种有一种人 他们帮我们调我们的那种 Nutrition OK来帮我们absorb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 我自己的身体跟大家不一样 所以大家自己去找 OK然后帮营养师 去找营养师 帮你挑 然后 健康就是财富 Tony老师今天 今晚飞龙数据应该是 差过预期 Danny Sky 根据我的分析应该是 这是我的分析 还没有开始 今天晚上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是我的分析 我觉得是 就是会 有可能今天的 这个数据出来的应该会比 他的预期差 OK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 我是觉得说今天黄金应该有机会 OK黄金有机会 然后所有圈盘股市应该会 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只能够这样子 这是我的分析 OK 所以基本上 Tony老师 现在网上面都讲了 Eddy老师现在的趋势指数会大跌吗 刚才刚刚讲 Eddy Eddy我刚刚讲 全球的股市应该在现阶段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应该是走下跌的 包括中国跟恒生指数也是应该是走下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是不健康 尤其是贸易战在这个 这个美国跟这个欧盟区也是打到乱 中国也是打到乱 然后香港那边也没有解决 然后呢 全世界都在降息 包括印度你看又刚刚降息 所以每个人都在把 打这个保守战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全世界经济 不看好 OK 所以呢 基本上我相信 短期之内全部大多数都是跌的啦 然后 Nutritionist 明天见 陈祥乐 来 这里谁有兴趣要来参加 明天的 免费股票分享会的话 把你的股票带过来 OK 你的问题股票带过来 因为我中间的一个阶段是 回答股票的问题的 所以那个阶段如果你没有问我的话是没有东西讲的 因为那个阶段是留给大家的 OK 所以记得把你的股票带过来 然后 就是你把你的股票带过来也把朋友带过来 但是必须要跟 Justine报名先就在下面的这个link大家看到的 就是跟Justine报名先 因为是JB嘛 然后KL你就找Sindy 然后给他知道说 你们基本上有多少个人会来 然后给他名字一边电话就可以了 就搞定了 然后呢 我们明天就可以安排好 基本上位置给大家 然后呢 就是跟大家解决大家的所有的问题 Leong Chun Go 科技只能预测定量 不能预测 趋势 对 老师好棒 谢谢 谢谢你的complement Thank you OK 还有就是 老师我想问 FLHP这只股 现在这个视频 全市投资者的 其实我是比较偏向于 讲的比较短 因为等下基本上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做 但是如果你有股票还没有问完的话 可以等我下一次的Live 或者明天 如果你是在JB 你直接过来 我们分享会好吗 Offline 我直接送给你看 怎样子做会更好 因为这个呢 全职的 其实比较 这一次的 是比较偏向于跟大家讲这四个东西 OK 我的时间会留在这四个东西 所以你有问题有关于到这四项东西的话 你可以问我 没有问题 好的 谢谢老师分享 Eddie Lyong Chun Go 不客气 Eddie 趋势安多看新闻 阿罗 老师有来东马吗 OK东马我们会 之后再可能 考虑一下 可能应该是明年的事情 我会再安排 过去东马 那当然 已经不是第一个有问 很多人都在问 有没有去东马 会的 会的 我会过去东马 但是不是在今年吧 因为今年的calendar 其实我已经排满到 12月左右 当然我是鼓励东马的人 如果你看到我有三天的课程的话 就是连续三天的 在 11月到12月 我是有的 三天的 你联系Justin问他 我鼓励你们飞过来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后可能你们先上了一次过后 下次我再去东马的时候 你们可以上第二次 对不对 OK 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那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关于到这四个项目 然后 然后很希望说这四个content 我们来重复一下 好来 第一个就是时间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时间分配好 哪怕今天我学完天下所有的武功 但是我没有定期 或者是没有安排时间 好好 去练习的话 其实也是不行的 然后自己交易的时间 必须要是自己符合自己的条件去做的 然后第2点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资金 那资金要分配好 每个人资金都不一样 分配好自己资金过后 然后知道怎么去做 大资金有大资金有玩法 小资金有小资金的玩法 好那接下来第3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身体状况 那必须要记得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如果今天要成为一个 全职的投资者化交易员 我们有的时间其实是很多的 如果可以的话是在我们旁观的时间我鼓励是 差不多是6点到7点钟的这个一个小时里面呢 可以去运动或者去走走去那些散步 在一些比较有很多树啊 海边啊也等等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些地方可以让我们呢 清醒一下头脑然后继续在晚上的时候呢 可以再去做我们的这些分析跟交易的 好那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这些科技 那我们要懂得如何利用这些科技的来帮助我们 但是呢他们可以帮助到我们只是在定量的方式 就是quantitative analysis model 他不能够帮到我们在 quantitative analysis model 就是趋势是看不到的 所以趋势看不到就没有办法做对冲 没有办法做对冲就不能够成为一个长期的 这一个一个胜利者 在这个交易的路上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今天的一个小小分析 希望说可以帮助大家 那么明天柔佛周 十月五号呢 就是我们 的这一个 是十月五号吗看一下 好像是啊 十月五号对 这十月五号明天就是我们的 JB的这个股票分享会免费了 所以有时间的话记得希望说明天的十月五号免费股票分享会再见到大家 大家把股票带过来好不好 OK谢谢大家我是Tony在这里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 希望在下一次可以分享更多给大家知道 感恩 By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